我发现你今天真的心眼特别小 就这种事 那我以后不用你了 不行了吗 咱俩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反正就你这个性格 我也觉得没法继续下去了 那今儿来这儿干嘛呀 可是他不好好聊啊 你看他 不是今儿来这儿干嘛呀 就是想让 就是老师们给我们解决一下 解决啥 你们都不聊了 解决啥 评一下这些事的礼貌 除了干活 别的什么都不找我 你看他聊天有学地 有软件 别的不找我 所以你所有的技能里面 你技能最好的 其实就是干活对吧 不是 是对他有用的 只有干活 那你怎么跟他聊不起天呢 你跟别人能聊天吗 我不是说不聊天 我聊他都不感兴趣 你跟他聊都愿意聊什么呢 我喜欢看动漫 我跟他聊动漫 他不喜欢 我喜欢篮球 跟他聊篮球 他不喜欢运动 那你当时为什么追他呢 你喜欢的他都不喜欢 首先就是那个人好 人好吗 人好啊 他第一开始对同学是挺好的呀 我第一开始我追他 我问你现在他人好吗 现在 人是好人 就对你不好是吧 对嘛 我怎么对你不好啊 就不吵了不吵了姑娘 喜欢他什么呀现在 其实他就是 有时候吧 就是我可能有时候比较任性 脾气比较大的时候 无力取闹的时候 其实他还是比较包容我的 哦 你们今天想来干嘛吧 啊 我就让老师分析分析 这其中到底是谁对谁错 对错有那么重要吗 我觉得很有必要 我觉得就是我们之间 那肯定得有一个人服软嘛 啊 大家都没服软呢是吧 老师要说你错了 你会服软吗 老师要说我错了 我肯定服软 哪怕他们说错了 不是哪怕他们说错了 一个人说 对他说我错 我不承认 对吧 但是那么多人说的话 我觉得我就有错了 哦 听明白了 今天他是让大家来投票的 大家觉得他错了 请你们鼓一下掌 啊 这可比老师的人数多多了 兄弟 认错吧 我觉得老师更具有权威性 啊 我觉得老师更具有权威性 所以你是要选择你想听的 女生来是干嘛的 我就感觉他这个人吧 就特别较真 我想让他改改他的脾气 能不能好好去学习说话 那老师能不能好好给你们分析分析 你们俩这恋爱谈的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